新闻头条,那我们来看到台湾首度举办的 2014亚洲邮轮论坛6月18号、19号两天 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为了推动台湾的邮轮相关产业 主办单位台湾港务公司邀请到全球知名的邮轮业者 包含全球前10名其中的7家邮轮业者 相关产业以及国际港口代表齐聚高雄 一同参与为期两天的议程 为了促进台湾南北国际港口的发展 台湾港务公司在6月18号以及19号两天 举办2014亚洲邮轮论坛 邀请全球知名邮轮业者以及相关产业 还有国际港口代表齐聚高雄一同与会 那我无论理由呢 目前正攻勤了全世界各国 那今天呢 世界十大邮轮公司 跟我们亚洲重量级的邮轮港口 也都取决在这里 那大家呢 及时防疫来思考来想象 我们未来的亚洲游戮是如何来发展 在会议开始之前 主办单位邀请到表演团体 使古籍乐团带来气势磅礴的演出 而参与盛会的嘉宾除了国际居民邮轮业者 还有来自香港 上海 厦门以及冲绳等12个亚洲邮轮港口 国内外旅行业者等嘉宾 另外市长陈菊也是座上宾 今天有将近300人都在这里来讨论 我们能够分享交流 邮轮的经营 港口的管理 观光等等 很多食物的经验 那我们也要实地来考察 台湾观光的景点 来促成高雄航线的开辟 而这场台湾首度举办的亚洲邮轮论坛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由国际知名邮轮业者 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人士的聚会讨论 及经验交流 能有助于提升台湾成为国际邮轮发展据点的能见度 港知性黄金天旅中意采访报道